路口紅燈 一輛休旅車繼續往前 壓過斑馬線 下一秒一輛機車從左邊快速執行 兩車發生碰撞 後面一輛計程車也及時煞車 紅色休旅車 駕駛座的車門嚴重凹陷 車窗碎了 安全氣囊也全都爆開 旁邊機車一樣很慘 車頭破裂 零件外露 安全帽 車廂雜物 也全都散落一地 車禍事故發生在24號 大年初三 凌晨兩點多 三十四歲的陽性女子 開著休旅車 在新北市三重新北大道 疑似闖了紅燈 騎車在重陽路一段的騎士 閃避不及撞上 當場倒地昏迷 警方獲報到現場 也對雙方駕駛實施酒測 都沒有酒精反應 二十二歲的零性騎士 鼻樑和左眼瞼 上方有撕裂傷 送醫治療 不過目前還在昏迷中 而陽性駕駛公車 當時他是要從三重 回桃園的途中 因為路況不熟 才會導致車禍意外 只是深夜凌晨 雖然路上車輛相對比較少 交通耗制還是要注意 這一個不小心大過年 原本的開心心情全都沒了 TVB的新聞正盛維持顯著 中文宣新北採訪報導